俗哥说电影 帮我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便终于了 影片一开场 龙套婶正在收拾院子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家的狗被杀了 从惨不忍睹的兄爱现场来看 应该不是一般人干的 龙套婶所在的这个小镇 最近经常有神秘的野兽出谋 而且专门针对各种类型的狗子下场 性感的大兄妹和不狗言笑的小甜甜 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姐妹 这对子妹花都比较另类 无论从形象气质还是审美 都有一种歌特式的音语 因此他们的作业 也都是那种非主流暗黑系 充满了血腥和暴力 无时无刻不透露着死亡的信息 老师说你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又是歌外又是上吊 这不是吓不闹吗 他们的同学炮灰美 是个爱出风头的女孩 而且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对于大兄妹和小甜甜 这对另类的姊妹花 早就看着不顺眼 姿要是也有机会 就拿小甜甜开脸 这小白脸惦记大兄妹 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可大兄妹对她根本就没兴趣 搞得这哥们挺失落 这姊妹俩的妈咪冷淡 是为风韵幽存的女人 虽然也是徐娘伴老 但平时仍爱妞娃热套 为了报复炮灰美 姐妹俩决定这月圆之夜 把炮灰美家那条狗给插 可他们刚走了没多远 突然发现路边 躺着一条刚刚被野兽干掉的自狗 两人正在瞎琢磨的时候 狼人突然就出现 一个老汉摔摔 就把大兄妹一撂翻了 小甜甜一看那能干吗 上去触着狼人 就是一通拳打脚踢 紧接着就是一场追逐戏 哎呀 估计是这狼人的眼神不大 刚窜到马路中间 就被大耳哥的车子撞翻了 大耳哥当时就梦圈了 下车一看着 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小甜甜搀扶着 遍体鳞伤的大兄妹同小家 他吃惊的发现 大兄妹的伤口竟然在 慢慢的愈合 小甜甜从相机里取出 无意中拍下的照片一看了 就吓了一跳 照片上的狼人 兄妹就像变了人 胆子也大了什么也不怕 面对着炮灰妹牵的那条恶狗 上去就是一个侧体 当时就把那条狗给传懵逼 不仅如此 小甜甜还在姐姐的伤口中 发现了一组一组的毛发 小甜甜说 这可不对劲啊 咱还是去医院看看 随后两人来到了医院 医生说这没什么可怕 你就是年龄到晚来离家 小甜甜说 那他身上长的毛是怎么回事 医生说 估计是荷尔蒙分泌过剩 没什么毛病 小甜甜甜说 姐啊 大兄妹一听这气就不打一出来 说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对这越来嚎叫了吗 甭胡说八道 到了晚上 小甜甜摸到大兄妹床边一看呢 试惊地发现 大兄妹的屁股后 居然长出了个可爱的小尾巴 转过天 小甜甜把这件事 跟撞死狼人的大眼哥说了 大眼哥说姐妹咱偏闹 我可不信好莱坞那套 自打有了狼人的基因 这大兄妹的行为是越来越放荡 在学校公然跟小白脸 打情骂笑有了无报 他们姐妹俩的关系 也变得越来越疏远 冷淡婶说 这都是你姐姐来了一驾 造成的心理上的变化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也快了 一天夜里 小白脸跟大兄妹 正在车上闷得蜜的时候 大兄妹突然就开始变异 七里咔嚓就把小白脸 挠了个满脸话 为了防止继续变异 姐妹俩找到了 专门研究植物的大眼哥 大眼哥说 有一种叫父子草的植物 有自我解读的功能 能促进白细胞的繁殖 对抗感人 不过这种草冲天才有 由于大兄妹杀了炮灰妹的狗 炮灰妹拿着球棒 就来找这姐妹俩算账 双方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 要说这炮灰妹点耳骨背 这姐妹脚下一滑 头刚好刻在了桌角 当时又死了 姐妹俩一看 急忙挖了个坑 把炮灰妹一埋了 第二天小甜甜刚来到学校 突然就被小白脸拽到了屋里 小白脸说 你看看我这熊样 这到底什么情况 我这屁股后面 为什么会长出小尾巴 我为什么会把我家的狗给杀 我只不过想跟你姐姐闷那儿蜜 怎么就变得义了 吃过晚饭 小甜甜无意中看到了 他妈咪冷淡时带回来的傅子草 为了给姐姐治病 他首先把大兄妹锁在了卫生间里 然后带着傅子草就找到了大眼哥 大眼哥说 咱丑话可说到头里了 这玩意到底管不管用 只能听天由命 小甜甜说都到这份上 死马当活马一位 提炼解药的过程相当的不可谱 两人用傅子草随便煮了点水 就算完事 大眼哥说这一针下去 你姐姐要是嗝的屁 可跟我没关系 听了大眼哥的话 这小甜甜心里也有点不踏实 为了验证这解药是否有效 他找到了正在欺负小孩的小白脸 小白脸一看是小甜甜 顿时是受惊大话 上去就把小甜甜跟在地上 小甜甜趁机把解药注射到了小白脸的庭内 时间不大的小白脸又起了变化 表情也正常了 说话要着调 这说明解药有效了 小甜甜来到学校 意外的发现大兄妹 已经把那位看他们不顺眼的老师给杀了 两人正准备清理犯罪现场的时候 保洁员王的白又过来领喝饭 大兄妹之所以杀王的白 是因为这老家伙人老心不老 平时总爱跟小甜甜动手动脚 大兄妹说妹妹 咱俩说好了要永远在一起 我这马上就要变道为狼了 你也得抓紧呢 小甜甜说太难看了 我可不变 大兄妹说 我知道你还惦记大眼哥那部呢 我现在就让他去领喝饭 转场之后 杀气腾腾的大兄妹 来到了学生们举办的酒会 找到了无辜的大二哥 冷淡婶跟老公是在家里收拾院子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炮灰妹的两根手指头 要说这冷淡婶的嗅觉比狗还凉 顺着气味就找到了埋葬炮灰妹的地儿 随后冷淡婶在街上找到了小甜甜 说你姐呢 小甜甜说去酒会上找大二哥 两人开车来到酒会的门口 冷淡婶说 你们杀炮灰妹的事我已经发现了 你们姐俩得赶快跑路 到时候我会把咱家一把火给烧 一了百了让警察没地儿了 当大兄妹准备对大二哥下毒手的时候 小甜甜及时赶到 小甜甜为了救大二哥 主动感染了大兄妹的女女 本来小甜甜想领着大兄妹回家注射解药 可没想到大二哥一铁铁就把大兄妹给拍翻了 随后两人开着车 拉着大兄妹回家准备注射解药 可让他俩没想到的是 这大兄妹在半路上就已经撤你的便利 车这边刚停好大兄妹就窜了 大二哥说你负责紧她出来 我趁机给她注射 小甜甜说这主意不错啊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了 大眼哥这边刚出门就被大兄妹给查了 影片的最后是姐妹俩的一场肉过展 这大兄妹由于刚变成大灰狼了 在操作上还有点不熟练 混战中一不留神就领了好饭了 姐姐这一词 这小甜甜顿时是生无可恋 解药也不注射了 趴在大兄妹身上就等着自己变成大灰狼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堂尸压紧 色狼禽兽大坏蛋 天一擦黑就出现 年轻女孩叫紧屁晚上不要下去乱